没想到在这荒郊野岭能再次遇到先生 两次遇到即是缘分 那我就送你一句话吧 你不可回去 因为在前方等着你的 是生命中不可越过的结束 既然是命中注定的结束 那躲也躲不掉 我一定要回去 因为我答应我两个朋友 就算你回去 一切也不像你想象的模样了 先生此话何意 该说的我都说了 要怎么做你自己决定吧 谢谢先生提醒 但我的兄弟在等我 叫 好